哈嘞大家好我是K字丁 今天我要來用一個 非常簡單的小撇步製作 我在網路上面看到的一些文章 還有國外的製作影片 他們說用魚露可以模仿出 乾式熟成牛排的效果 說真的我一看到的時候我會覺得 今天呢就準備了這款魚露 東南亞非常著名的必備調味品 魚跟鹽巴醃漬產生出來的汁液 經過過濾過篩以後就是魚露 它就是一個滿滿的魚味精華就在這裡面 它就像是東南亞的醬油一樣 是一個非常普遍而且很便宜的調味品 只要吃過的人就知道 它的味道非常具有鮮味 為什麼魚露可以製造出類似乾式熟成的效果呢 其實很多文章它沒有很明確的解釋到 它只能夠說是類似於模仿那樣子的味道 所有的文章都是建議利用牛排本身的 重量的3%的魚露來刷上去 用密封的方式去做第一階段的入味 第二階段呢我們就是用廚房紙巾 或者是紗布把牛排包起來 在冰箱浸置2-3天的時間 慢慢的熟成之後就可以來料理 所以這是一個相對於28天甚至更久的 乾式熟成要來的快速 而且有效的一個方式 所以今天呢就要來試試看 今天我選用的這塊牛排呢 是這個長相有點類似台灣的 紐約克牛排 這厚度是蠻厚的 我覺得大概有3.5-4公分厚 讓我們來看看這塊牛排的重量有多重 429克 那就以430克來算吧 53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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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像那種發酵成熟的起司一樣 很難聞 但是如果你配在食材裡面 或是把它做成醬汁之後 它就會變得很好吃 所以就是這麼神奇的一個調味品 好的 現在呢就是拿廚房紙巾 用多餘的水分給擦掉 就可以刷上魚露 OK 好 我必須說現在這塊牛排聞起來就像魚露一樣 真的很不好聞啊 我們現在就來靜觀其變看看它之後的發展 真空密封以後放進冰箱 三天之後再拿出來風乾 再拿出來 三天以後的魚露牛排 第一天在刷魚露的時候 那個就是滿滿魚露的臭味 現在那種臭味已經很淡了 但是就是變成有一點淡淡的 騷味嘛 一樣沒有到很好聞 但是已經沒有那麼臭 接下來的步驟就是風乾 我們要在冰箱裡靜置三天 時間過得真快 總共已經過了六天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成品如何 OK... 外觀沒有那種硬殼狀 摸起來非常的軟嫩 淡淡的 奇妙的 已經完全不是魚露味了 我也不太好去形容它那種奇妙的味道 顏色是非常的暗深紅色 看起來不是那麼的漂亮 等一下我們就先讓它回溫 去掉外皮 最後我們再用先煎後烤的方式 來試試看味道如何 我們把它放進烤箱 不要忘記了 先用拆開道 再用先把它放進烤箱 我們準備好了 然後把它放進烤箱 我準備好了 把鯉子放進烤箱 先把鯉子放進烤箱 然後把它放進烤箱 这块鱼露牛排已经烹调完成了 最后撒上一点海盐 就可以来试吃了 我觉得这块牛肉蛮特别的 它不像是一般私事手承买回来煎完的牛排 但它也不是干脂手承牛排 干脂手承牛排会有更接近红酒韵味的香味 那这块牛排它也不是没有韵味 它是一种别的香味在里面 但它的肉质是非常软嫩的 照理讲不应该这么嫩 但是它口感其实非常软嫩 我觉得这就是鱼露带给这块牛排最大的功用 这一点呢跟干脂手承牛排是接近的 除了味道以外最大的功用就是软化肉质 我觉得在软化肉上面起到了非常明显的好效果 嗯 我没有吃过这样子风味的牛排 所以我刚刚就是在那边眉头深锁的 在想说 诶 这种味道好神奇 所以如果你喜欢吃 可能五分熟甚至更高的朋友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来做哦 因为这样肉质不但会软化 而且也可以达到你想要的熟度 推不推荐大家试试看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好奇 想要尝试牛排新风味的人呢 就可以来试试看 会蛮有趣的 我是KSD 喜欢影片的话不要忘记按赞分享跟订阅 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